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今年咱们大家入下半年的一个展会参长纵向 还有会有其他展会想进行参加 因为这个展会随着疫情的影响 那么所谓疫情的慢慢的影响的范围缩小 其实各种展会其实不断的会重新开起来 包括去年其实我们也交了很多展会 其实钱都交了到今年可能很长时间都没开 而且这种展会可能是今年第一个展会吧 设计中心也还会提升参加 应该会提升参加 还是会保存这个工作 对对对对 那咱们今年上半年其实因为疫情的原因 包括整个零售啊都是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那咱们大小路有没有因为疫情的原因 去调整咱们的一个节奏和计划 这方面没有我觉得任何的疫情是暂时的嘛 因为那是外部的环境 其实外部环境我觉得我们是无法预测 也无法控制的 但是我们更多的是要调整企业自身的能力 去适应这种外部环境的变化吧 那咱们中间的活动没有受影响吗 比如说像咱们这些超赖的吗 因为影响的肯定是有的 但我觉得更多的不要去关注去影响 我觉得更多的是如何洞察到机会吧 新的机会我觉得 反而在这种危机 我觉得当成最大的新机会 那你觉得在这种危机下 有看到什么样的问题 这个我觉得历史的规律吧 那个规律其实归后面就是机会 反而对我们整个公司来说 包括我来说 我觉得更多的是如何去抓住新的机会 在下一个十年更好地去成长 对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前两天 包括之前五月份的时候 咱们大脚路的一个六场和第一场 你将近年多了 然后上次男主年多到 就是说要作为咱们广东主持品牌里面 就是在广东固局最多工厂的一个品牌 那咱们有没有 包括到现在我们在整个省外 其实那些固件也越来越多 有没有考虑说去省外去做固厂这么一个走路 目前还没有规划 对目前没有 还是在于省 因为毕竟我们广东磁庄 火山磁庄其实在全国是非常有名的 对于一个普通消费者来说 他能买到广东磁庄是非常自豪的 那我们作为大家 我们肯定要保持着正宗的广东磁庄 对 这是我目前我们还没有这个想法 我们的生产机体走出广东餐区 那咱们能不能透露一下咱们大脚路 今年上半年 这个机体也是六月七五七月了 那咱们今年上半年的一个商商 那么招商呢 去年比去年会差了一些吧 就因为 今年的疫情影响可能整个 包括代理商的投入啊 或者是他们 任何人都可能会缓一缓这种迹象吧 但是我觉得随着这种疫情 包括 疫情毕竟是短暂的嘛 我们的生意还要做 市场还在嘛 我觉得这些都是临时性的事情 我觉得 对一个品牌更多的去不要去考虑这种 我们不可控的事情 我们更加的思考 企业组织我们的团队啊 调动我们所有能调动的能力去适应这种市场 就反而是更大的机会 我觉得 那还有一个就是咱们 之前我是跟男主聊天的时候 你有说到成立那个 延板事业部呢 那今年也会相对应的 针对延板这一块去做一个扣张吗 是的我们在延板事业部 是独立招商的 目前我们招商还不错 对 延板是一个独立运营的一个板块 因为我们在一个市场上呢可能 延板是这一部分人 这个代理商在做的 那个磁装是这一些代理商来做的 因为它整个延板的运营跟磁装的运营 还是很大的一个差异劲吧 因为市场代理商其实很多都 它是卖不了那个延板 他们怎么做 其实整个延板行业 其实是前面很大批的一批领 专门在延板领域 他们也成功了几年吧 那个从产品的运输啊 加工啊到应运到铺贴 其实他们都是在不断的在实践 不断的在进步当中解决这些系列的问题 那咱们今年上半年 招到运营还是以 然后主动的实践为止 还是以运营 因为它是两条路径的 各自招各自的 那你怎么看待就是今年下半年 整个市场的一个市场 反正我觉得市场肯定会慢慢豪起来 这个肯定是往好的方向去走 因为我觉得任何的事物 它是没法去预测的 任何的事物我觉得顺势而为 就是市场怎么样的 我们要跟着去怎么走 能洞察到机会去迎合它就好了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